朕今日虽然不杀你 但是必须要罚你 要不然指不定日后 你还会闯下 什么了不得的大祸 来人啊 奴才在 李欢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把他拖下去 重打四十大板 皇上 士叔姑娘 好不容易才九死一生 逃了回来 他的脚伤刚刚好 士叔姑娘身子弱 这四十大板 他可经受不起啊 求皇上开恩 饶了士叔姑娘吧 老东西 这会儿你知道求情了 你会错圣意了 还不快去 这 慢着 皇上 您还有何吩咐 不用把人拖到 掌心太监那儿 让人把板子 拿到永乐斋来 这儿 我 皇上 您真的要打奴婢四十大板啊 要不然呢 那日奴婢不知天高地厚地打了皇上一巴掌 太皇太后要罚奴婢守板 当时还是皇上 跟奴婢一起作弊 逃过了惩罚 难道今天 皇上真的要惩罚奴婢吗 朕上一次就不应该帮你 你若是受过一次罚 只怕就会懂得收敛 也不会犯下今日这等大罪 好 只要能让皇上出气 奴婢愿意受罚 奴婢谢皇上龙恩 驾 驾 爹 你有没有止血止痛的药啊 止血止痛的药爹是有的 可是不能给这个小奸贼用 爹 可是他是为了女儿才受的伤啊 那是他活该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跟他爹一样色泥心窍 娘 你 相公 锦王答应吴三魁 要保证他们母子平安的 锦王只是说要保他毫发无损 并没有说要保他治伤止痛 爹 怎么了 我恨不得他的血流干而死 可惜啊 小伤死不了 千阳 我没事 我也不疼 你别担心 你for your shoulder 你就是这个褸蟆子 你会被尽贴吗 还把他人给我 你给死吗 开掉 我éch香了 你说我要做眼球 我自己不还不中 可是 Rim систем 你说怎么猎 皇上 要打您赶紧打吧 我这跪的腿也疼了 腰也酸了 连脖子都僵了 这老东西 哪个板在哪造酒 哎呀 倩盈 人家平夕王府的侧妃和二公子 平时山珍海味都吃得咽了 咱们这些带兴骚气的野味 人家怎么能看得上眼呢 大师父 他们母子和吴三桂不同 况且 他们还救了我们的命 我们这样做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过分 倩盈 你太善良 跟这种假人假意的人相处 很容易上当受骗的 当年 要不是吴三桂 用我妻女的性命要挟我 我也不会一见射杀楼的法器 负债此偿 没什么过分的 吴师父 你这是干什么 倩盈 你难道忘了吗 你吴师父全家老小是怎么死的 是吴三桂认贼作妇 引清军入关 他们全死在清军手里 现在 我打他儿子几下 难道过分吗 儿子 不 师父 师父 求你们不要再打我儿子 你们要打就打我吧 我叶明章 向来不打女人 但是你儿子我就没办法了 谁让他是吴三桂的儿子 那好 你骂吴三桂一句 是畜生 是禽兽 是大汉奸 我就不打你 骂呀 骂吴三桂 来 师父 骂呀 骂吴三桂 装什么英雄好汉 你们要打就打吧 就当是我替父王还债 还装申明大义 你就是这般瞧模瞧样的 把我女儿的心给骗了吧 你这口子阿壮 真的 不要 爹 爹 爹 您忘了 女儿的脸还是吴应其给治好的 她若是真骗了女儿的心 女儿也心甘情愿被她骗 你 相公 吴应其 到底骂还是不骂 骂吴三桂 不是 师父们 你们若还想撒气 就出倩颖来吧 四师父 吴师父 四师父 咱们辛苦了半夜 先吃点东西休息一会儿吧 保留一点体力 小子 今天我们暂且饶过你 但是你得给我记清楚 那天我们几个手痒了 就有你好受的 我们大家吃饭吧 我们大家吃饭吧 我没事 你不用担心 我也不饿 都是我娘 娘也不饿 你不用担心我 你不用担心我 快回去吃吧 儿子 还有啊 你不用担心我 都有 你不用担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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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娘也不担心我 的那个宅人 但是 votre宅人 你负心我 不担心我 我 快 快 你们都下去吧 这要亲自发的 这要 皇上 你 你真的要打奴婢啊 不然呢 这次要是再不罚你的话 你都要上房接瓦了 君无戏言 这是你自己说过的 过来 爬起 好吧 不就挨几下板子吗 打就打 等等 等 等 皇上 要不然咱俩删了一下呗 您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假打 行吗 你刚才那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英雄气改哪儿去了 不如啊 你给朕认个错 跟朕重新许个大桥 让朕做老大 你做小弟 那朕就饶了你 不行 我从小都是老小 好不容易捞个老大当 是可杀不可辱 打吧 打吧 行 那你就好好忍着 别鬼哭狼嚎的啊 绝对不出一声 打啊 我真打了 我说呢 凭人离你蹭跨点蹄就狠狠唧唧的 今天像换了个人神 原来有这个东西 还我 还给我 还给我 什么东西 大清你条律法规定了 奴才被打的时候 屁股里就不能垫垫子 还给我 你趴下 板子还没打呢 皇上 你难道真的要打奴婢四十大板吗 皇上 您看您这板子这么大 您要是真在我屁股上打 那我屁股不得开花了 能不能打个折呀 半折 对折 二十下 不行 四十大板 一切都少不了 那要不然就 四折十五下 你这算术先生 是被你活活气死的吧 四折一十六 皇上英明一十六下 那我们就决定了 就打我一十六下 谢谢皇上 到了这个时候 你还想给朕下套啊 我告诉你 四十大板一切都少不了 等一下等一下 又怎么了 您看是这样的 如果硬打我四十大板 都打在屁股上 我是个女孩啊 半个月都起不来 走路一瘸一拐的 多难看 要不然换个地方打 是呀 也是啊 真把你屁股打坏了 你这半个月下不了床 朕这也没人刺好 行 你先起来吧 谢皇上开恩 了 幸福 你要干什么 上次你放了我 这次我也要放了你和你娘 不可以 这次的情况和之前的都不同 我父王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你若是真的把我们母子给放了 不光是你 甚至连你的父母都会有危险的 那我该怎么办啊 没事 好 义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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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师父 乌三桂追过来了 怎么办 我们逃吗 逃不是办法 在这云南境内 我们只会被他们追得精疲力气 最后结果还是一样 那依太子之意呢 我们手上有人质 而且今晚乌三桂明明可以全歼我们 却下令手下留住活口 说明我们对他还有价值 我们可以跟他谈判 很好 太子欲试不慌 处置得到 进房 前名太子 你们已无路可走 使食物者为俊杰 快出来投降吧 我们下一次 再次的一个 Hooke 跟这个输家 五百計 别吓 现在 六百筒 一点 我 有 吴三桂 你不讲戏友 你若是敢强攻 我就杀了你的妃子和儿子 王爷 怎么办 晋王 你已是瓮中之鞭 无处可逃 我劝你还是赶快投降吧 我还可以饶你不死 我给你一天的时间考虑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传令将军 距离此处百步之外 安宁乍寨 天后本王的号令 卑职遵命 这个屁股打不了 手总打得了吧 把手伸出来 皇上 你干吗呀 又要打我呀 行了 别废话 把手伸出来 我不 右手要做事 左手 快 我 我 我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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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我了 你可是真英雄啊 这声音都传到子季城外面去了 奴婢是假英雄 真怂包 如果皇上行的话 你试试 你不叫我就扶你 这个时候你还敢跟朕顶嘴 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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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皇上说 刘德彰是世界上最坏的男人 我看皇上还不如他呢 刘德彰虽然气上瞒下 贪赃枉法 但他对自己的女人 从来不大 他对他女人很好的 你又不是朕的女人 为什么这样护着你呢 还是说 你愿意做朕的女人 说呀 说你愿意做朕的女人 不想 皇上还是继续打吧 奴婢绝对 不出一声 要哭就哭出来了 别憋着 装什么英雄 奴婢不想装英雄 奴婢只是转不了皇上的女人 皇上您这是 您这是不打了呀 还是改日再打呀 把手伸出来 给朕看看 怎么这么娇气 才打了几下就变成这个样子 或许你试试 也疼 老大 不是朕想打你 朕如果这次不罚你的话 朕怕你将来 越来越无法无天 朕要做出什么事情 连朕都保不了你的时候 那朕就真的后悔都来不及了 可那这次真的是打中了 我都疼死了 都疼死了 好了老大 别哭了 你哭起来的样子真是丑极了 还丑呢 我现在连脸都没有了 你把我手打成这么丑 我以后怎么见人啊 你赔我你赔我 你赔我 你赔我 好了好了 打几下手也哭 这个是啥 只有你一个人会把朕的龙袍当麻布 我以后怎么见人啊 你赔我你赔我 你赔我 你赔我 打了人就想跑啊 去给你拿药 把手伸出来 还疼吗 我疼 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 我看你长得丑 怎么样 好疼了吗 好疼啊 老大 就是打了几下手板 正在心里有数 别撒娇了 不是手疼 是头好疼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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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医 快传太医 大 老大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此之前 我本以为 吴三桂安插在我们明珠谷中的奸细 只是一个身份不高的小角色 但如今看来 吴三桂不仅知道 我儿子李建青 就是大明王朝最后一个太子 朱慈轩的机密 而且还对我等来到 颠读以后的行动了如指掌 这就说明 这个内奸 不仅仅已经进入了 我们明珠谷的核心层 更在我们在座的 九个人中间 信王说的极是 内奸一定是我们七位师父当中的一个 所以我们的行动才处处受制于人 是谁 有种做吴三桂的奸细 就有种承认 只要你承认了 我等就念在 与你过去的情分上 饶你一命 只废了你的武功 让你滚回 吴三桂那个狗贼身边去 晋王 你心中可有怀疑对象 如果有的话 就直接说出来 免得大家互相猜疑 影响团结 现在大抵当前 我等必须团结一致 不可再闹内讧 太子 你可有怀疑对象 除了义父 在座七个人当中 有五个是我尊敬的师长 还有两个 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 我实在不知道该怀疑谁 不管怀疑谁 我的心里都十分愧疚 十分难过 我此刻的心情 跟太子一样 不管此前之道 敖拜在我明主谷中 安插有奸细 还是这次来到滇多 得知吴三桂也在我明主谷中 安插有奸细 我都不忍心怀疑各位 因为我们都是 十几年出生入死 肝胆相召的好兄弟 倩颖跟陌生 更是同太子从小一块儿长大 情同手足 但是我也知道 这些年来 我们的大业 进展得极为不顺利 缺乏经费 条件艰苦 有些人渐渐动摇了 有些人退出了 还有些人投敌叛变了 义父 内奸要传递消息给吴三桂 必然要避开我们所有人单独行动 我们只需要核对 所有人来到滇多之后的具体行踪 彼此印证仔细分析 就算内奸隐藏得再好 也会露出蛛丝马迹 眼下也只好如此 我恳请各位 暂时都先退出屋去 然后逐一接受 我跟太子的盘问 希望各位在外面期间 不要私自交谈 不知各位可愿意配合 我怎么愿意 我愿意配合 季王与太子盘问 以禅宿内奸 有劳各位了 季王与太子 眼下光复大明的大业 虽然进行得十分艰巨 而且很多人都开始动摇了 可是我们夫妇俩 意志坚定 一心一意 只想光复大明 所以我们夫妇俩 宁死都不会投降清廷 更不会被吴三桂 被这个大奸贼所利用 樊秀 除了太子 在这个世界上 我最信任的人 就是你了 春秋二横 春秋两岸 时光最轻芳可谈 一生地月 将心流于人身间 受我乾坤 仙风雨滋在云端 花开之间 柳红铁掌心轻圈 天与地 开在眉间 谈千秋 满世怀烟 心中喜流 回远方清泉 回首一生 路满满 天与地 开在眉间 谈千秋 万世欢颜 书记许清愁 望月平澜 星辰入梦 心间 去回 心间 心间 去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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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